三天都睡在一起嗎 我們三天換著睡 然後就在同一個床上 然後他自拍我跟他傳給他家人看 那你家人可以傳給我嗎 咖啡屁吃吧 不行 我覺得讓他們先不要那麼有壓力 那你答應我之後不會再犯了 你喜歡我吧 哈囉我們是 不知道我是阿泰 我是李歐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開啟接收所通知 那今天影片要開始囉 3 2 1 3 3 4 4 4 5 我是副理工 副律師 你為什麼會想要答應這次的相親啊 你是不是因為看上我的什麼你才喜歡我呢 我覺得你很特別 他說我是最特別的 我哪裡特別 特別 哈囉我們有事要先走囉 什麼事要 但他剛說我特別你們就要走 然後 他是我 走 走 走吧 今天非常開心我們邀請到的是正副之間的四位主演 我們有一個加減嬉皮跟正副嬉皮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 我們今天四位都有不同的表演 在這部劇裡面 你們自己 哈哈哈哈 在這部劇裡面 是 我知道 然後他們這部戲呢 他們其實有用他們的名字做一個協議 所以他們有正副嬉皮跟加減嬉皮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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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次在排店之前 其實你們有同居的生活對不對 嗯 嗯 住了三天 對 三天都睡在一起囉 我們三天換著睡 換著睡 等下 是誰跟誰睡 就是認真還在講幹話 真的是假的 哈哈 你們是 雙人床 還是一人一張床 我們房間是一人一張床的 所以他們是有機會睡到別人床上去的 你們有睡到別人床上去嗎 我有在他床上坐一下 就是感受一下 坐一下什麼 就是 就是坐在床上 感受一下他床的那個柔軟度 那你覺得他的床 比較柔軟還是 我覺得路同一個地方嗎 柔軟 不是都一樣嗎 不是我覺得他床蠻好睡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說他有身體的柔軟度 哦 但他有不小心睡到我的床上過 就是睡著 不小心 不小心睡著 我是不小心還是 所以我們就交換他 刻意不小心 我覺得有點刻意不小心 沒有啦 所以我的床好睡 你有把他趕走嗎 我沒有趕走因為他已經睡著了 對 讓他睡 他就是讓我睡在他的床 然後我們就交換床這樣子 OK 就是一種享受彼此味道的感覺 而且你這樣講很棒耶 是不是 如果讓我去四 讓我去五天好了 五天四夜 你說完啊 然後我一個晚上就可以睡不同 我們每天都不會到你去 來 那你們咧 我們第一天 他有上來 我們床上 你現在是在講真的還是想看 我等一下講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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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時候其實我們 不是那樣的熟悉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 不熟悉的人會有一個 有一個保護殼 小秘密 他直接上來我是 完全不會覺得 不舒服那種 他直接上來 我完全沒有覺得不舒服 的那種 就是很舒服 對 但我其實 我跟他不熟 其實我一開始 對他的第一印象 是我覺得他很難搞 看起來是 我不是講他直接 那個經紀人是哪一個 我對不起 我對不起 我道歉了 其實我想要說的是 他剛剛我們前面說的 他就是自帶纖細的 對 你會覺得說有一種 他的距離感 對 是距離感 所以一開始 我其實對他的印象 老實說沒有很好 是真的 我是想要看這種版 沒有很好 結果現在愛上他的那種劇情人 欸 欸 繼續說繼續說 我說劇中 但是第一天去 去 住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好 那我來突破這個 很心煩 到底有多在 你很喜歡設一些挑戰給自己 對 因為我就覺得不行啊 因為要演 就是情侶的戲 但是到最後拍 還是大家 如果他臉很臭 就不行了吧 那怎麼辦 對啊 所以我那天就主動 就是我們 一人先躺一個雙人床 然後就 爬上去做 欸 那你平常喜歡做什麼 然後越靠越近 一開始就先尬聊 是不是 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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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慢慢的在 想要接觸對方 是 你不知道就是曖昧的時候 我們不好意思直接進攻 是 或一點一點 不是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矜持啊 不要讓他覺得說 我們好像隨便一樣 所以他說他慢慢的爬到對方的床 嗯 可以 然後他那時候正好跟他的家人 在 傳訊息 然後但是 我嚇到他就說 那我們來自拍一張 然後就在同一個床上 然後他自拍我跟他 傳給他家人看的 等一下 他的速度很快 直接出櫃嗎 不是吧 沒有出櫃 是中文的對手吧 對對對 然後 你當時你是怎麼介紹 就傳那個照片過去 然後呢 大王男友帥吧 呵呵呵 就跟他說我現在在工作 OK 的情況 然後就是 因為畢竟拍BL劇 還是會跟家人報告一下 這些事情 但是衣服有穿好嗎 因為畢竟在房間 那天衣服有穿好 哪一天沒有穿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可以看 沒有穿好 我自己其實也有點像這樣 其實只要熟了之後 我覺得可以是放心的 對方的時候 就可以很坦然的 把所有事情告訴他 然後那時候 我們也是聊了很多 雖然一開始也是很 就是不知道 現在我們在一個部分開始聊 然後就很像 我覺得很像 網友的感覺 蠻像的 對 因為我們真的很不熟 然後是直到我們有 那個 有一個環節是 就是要即興的表演 然後我們那時候有抽籤 然後我們就抽到一個是 看不見跟聽不見的 你是看不見還是聽不見 我是 你是看不見 他看不見 對 我是看不見 然後你是聽不見 對 真的有用環節嗎 對 還是剛剛經紀人交代你要講 還是剛剛經紀人交代你要講 對 還是剛才說話故事 有這一題這樣 有這一題 真的有這一題 然後他 因為這個題目其實 很快就讓我們兩個就是 因為我們沒辦法用語言去溝通 然後我們就是只能用心去感受 彼此對方給了一些眼神 或者是肢體上的接觸 然後去感受對方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需要 有一點信任感才做得到的 雖然當下就是彼此的眼睛更多 因為畢竟失去的五感 你很多東西都會放大 只能信任對方 只能信任對方 那你有信任他嗎 有啊 他就是我的眼 就是我的眼 我找到第二個剛好 我還跟他要照顧 開戲的時候 他就是 有一次我很累 然後他就會問我就是 跟我說 欸我幫你準備個小禮物 然後就是 遞給我一個基金 然後我就哇 太感動了吧 好像才第一二天吧 就很前面他就給我 我想說哇 你看看你 你們沒有給東西嗎 我跟他第一天排練的時候 我就帶咖啡給他 很溫暖啊 直接打槍 你是喝咖啡 他連收都不收 正常會收一下吧 他告訴我說 欸我不喝下次不用買 對 收都不收 因為他可能在旁邊已經排練好 要如何把咖啡拿給你 我想說不用破費 還是你也想喝基金 還是 就是 想要喝 我現在腦補了 等一下什麼東西 不就是基金 你是不是很幹 你們的吻戲啊 超級多 你很會親欸 欸主詞是誰 那個你是誰 你算好啊 你是口香其不滿足啊 我覺得你蠻會親的欸 這句話還怎麼了嗎 這 算這樣講有點 有點丟臉 但是我不會覺得 我會親 我想知道你們第一顆 吻戲的時候 你對自己的表現 你有緊張或者是害怕 表現親吻這件事情嗎 好像還好欸 就覺得 應該不會太難吧 我跟你講 自己覺得很會親的 通常都要問那個被親的人 對 這樣問我不準 你有覺得上海很會親嗎 如果有一種 事物行動的話 你會怎麼行動 我要說啊 你知道嗎 他的嘴唇蠻軟的 然後 技術還不錯 等一下為什麼 你那個 他有點弄壞 技術 有點勉強 有點勉強 但我們後來真的是 越來越見入加進 就是 就是親吻這天變得自然 然後 很常會發生 就已經下戲了 已經喊咖了 他繼續親 繼續暖身這樣 他們每一個親吻都在排練 所以私底下 其實也是會在排練 是 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太好了 我們就想要你來做 講一些故事來 有一天呢 我們就是 我去探他們班 然後呢 我就看到陳昊很緊張 他就在那個 舒嬅間 我說你在背台詞嗎 他說對 我在背台詞 然後就想說 已經演完了放很鬆 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他默默觀察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對空氣這樣子 我就想說 哇賽 我真的沒有 我不知道 這一齣 這一齣我們不知道 沒有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陳昊你在幹嘛 他就這樣 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就是 我好像也是蠻八卦 然後立刻就 他在對空氣練習 沒有啦 他在想像可能 林昊豪在他對面吧 但是 那我覺得緊張的時候 其實我 我蠻感謝上豪的 因為我們 有時候就是 比較高雅的狀態的時候 你給我收回那個 想像我的表情 很緊張 因為他是一個 可以這樣很像 然後他可能 就會帶著我就是 因為他是 讀戲劇的嘛 然後他有一些 可以放鬆的 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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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小沛是不是 製作人 跟我們講的比較像是 他們很像 很年輕很自熱的 愛 但我們接吻的時候很像 成人式的 哇 好棒喔 我要看這個東西 因為他有一些 製作人就跟我們說 我看你們好像 成人式的 性愛的 就是接吻的方式這樣 我最喜歡看 成人的東西了 你是不是現場的 對位製作人說的嗎 對啊 他說兩組織不同風格 所以 這應該不會是 馬上說的 那應該就是安卡姐說的吧 好棒喔 是為滿足自己的私欲 不要講出來 為了維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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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親力親為 我真的真的 我們這部戲就是 由我們製作人為大家把揮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不同的感覺 你們這一次的角色 都跟家 跟家庭有連結 來問一下你們對於家 你們的想像是什麼 我先嗎 好啊 好啊 家的感覺 我覺得家就像是一個避風港吧 就是 它是一個可以讓我放下一切 然後回到那個空間 會很舒服 它不一定是空間 但是它是一個 可能是跟你喜歡的人 組成的一個環境 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家就是要 讓我覺得很自由自在 很舒適的一個地方 我想如果是副理工的話 應該會很想要 可以跟他 就是有一個家 組成一個家庭 很會 很會 那你自己呢 那我自己的話 其實我也是嚮往 有一個 可能有一天可以結婚 然後有一個家 那我覺得這個家 可能 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愛吧 因為我覺得可能 在我從小的 生長環境裡面 會比較 可能 我方向比較含蓄一點 所以他們比較不會直接的說愛 可是他們是用行動去表達的 但我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以後我有我自己的家庭 就希望我是可以 隨時把愛這件事情 做出來的一個人 你是一個滿滿的愛 對你現在會練習這件事情嗎 其實會 就是盡量 就是可能先從傳訊你開始 你要幹嘛說 我愛你啊 我想你這些東西 那你現在可以傳給我嗎 那你第一次啊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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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齣戲帶給我一個 滿不一樣的觀念 其實我以前非常討厭小孩 真的嗎 對 因為我在教書 所以我看到小孩其實 滿想把他們家死的 你要說很真實 可是你去中很有賴耶 真的 就是 因為 畢竟是 我在教書 所以我必須要把他們教好 所以可能對他們 對我來說 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我都會非常嚴厲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應該怎麼把它做得更好 對 但是這一次 呃 我有一個女兒 在劇中有一個女兒 在拍戲之前 其實跟他相處了滿多的 然後我覺得有一天最 最可愛的一件事情是 他突然拿了一個小點心給我說 呃 哥哥 他叫我哥哥 他比較開心 對 他就叫我哥哥 他說 健成哥哥這個送給你 這樣子 謝謝你 就是我這一次來演戲我很開心 然後他就走掉 然後我想說 天啊也太感人了吧 如果這位女兒 我真的在現場落淚耶 真的 超感動耶 因為咖啡不收這個收下來了耶 你知道嗎 沒有 我也可以打來計較吧 看到內幕的時候 我在旁邊落淚 好 好 好 我居然說 對 但是所以我覺得改變了一個觀念就是 我覺得 我也會蠻想要有小孩的 這樣 接下來 他剛剛確實有讓我感受到 慈父的感覺 有有有 其他戲裡面就是 就是拍小朋友的頭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 那個小朋友如果是我不知道多好 是喜悅嗎 對 然後不然等一下就跟他拍你的頭 有散巴掌也可以喔 嗯 有拍到嗎 你要大家再拍一次嗎 不用了啦 這樣就好了 確定喔 那你才會怎麼超過間 好 換你 家這件事情其實 我自己的家庭比較是 標準到台灣的那種家庭 我覺得家對我而言 他不是一個框架 不是一個大家認為 家應該什麼樣子 他就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家他可能是 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對都有 對我而言 其實成立家這個東西 只要跟 適合的人跟對的人 他就會是個家人 說得太好了 給他掌聲 耶 不愧是壓手 對 小遊戲時間 耶 小遊戲時間 就是每次讓觀眾們 臉紅心跳期待的片段 裡面呢有五個情境 五個情境呢 都跟Jwin有關係 因為畢竟我們是號稱 Jwin次數最多的BLG吧 BLG 相信在Kiss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也 很有一些想法跟學問 來 抄喔 好 好 你們的是 狂野的霸道心 哇 哇 爭吵後求和好的撒嬌親吻 蜻蜓點水般的害羞親吻 對 好 我覺得讓他們先不要那麼有壓力 好 他剛剛在 嗯 剛剛在幫他飄頭髮 好 好 我知道了 你很久耶 沒有就剛剛 剛剛塞車 可以嗎 不可以 你比較生氣喔 嗯 蛤 為什麼要生氣啊 因為你遲到啊 我就遲到一次而已 那沒關係 有關係 那我們去吃你最愛吃的現成蛋糕 我想要吃掉你 好 走吧 嗯 嘿 嘿 你在生氣喔 好啦不要生氣啊 下一個好不好 嗯 那你答應我之後不會再翻了 不會 你喜歡我嗎 我不知道 husky 在生氣 好吃 Ό 哈 哈哈 哈哈 呀 有 亨猿 亨猿 呃 手再下來一點 再 再下來了一點 再 在 再前進一點好了 再回來一點 再上來一次 好沒有在前進兩輸出去了 對 然後 然後用力一甩 它就下來了 然後就大致完成 那完成它有什麼獎勵嗎 你要幫他剝下眼罩嗎 我要幫他剝下眼罩嗎 這個pose 你可以動 你可以動啊 你放好時尚 它剝下頭髮 好像 沒有很大 很慘 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 那你不會生氣喔 不只說我有岩石 我會生氣 我已經錄完了 你現在還能跟我說我有岩石 有岩石 哈哈 對不起 哈哈 他們也沒發現你有岩石啊 可以嗎 還是很可愛啦 還是很可愛啦 對啦 我們跟他們做怎樣都可愛 等一下 你要哭了嗎 我要哭了 沒事沒事 我們跟他們做很棒啊 我們跟他們做很棒啊 來 自己Ending 可是我想要讓他們覺得我是好 你很好啊 也很好啊 那棒 還是我給福利 他們一點一句話鼓勵你 不必啊 好 我要拍Ending 哈哈 沒有岩石啊 你不要 對 太真心了 你太真心了吧 可以嗎 可以嗎 沒有眼淚 沒有眼淚 對 哈哈 好 Ending 可以齁 你們是專業主持人 我是 好 OK囉 今天就要非常開心我們正負之間的正負CP 跟我們的家庭CP來到我們的屁股小視窗 沒錯沒錯 我真的覺得呢 完全滿足到我自己個人的心願 然後呢 這一部非常精彩的VL劇集 將在我們的4月15號 就要在Cash Play Plus 獨家上架 我們呢 有特別準備我們的4位主演的 親筆簽名的拍立得 要送給夫子澳小龍村們喔 如果呢 你有訂閱夫子澳YouTube頻道 並且在下方留言給4位主演的話 4個都要留言喔 我們就有機會可以抽到我們的 親筆簽名的拍立得 總共有3分 好 那也歡迎大家把今天這支影片 可以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這一個網站 那我們也再一次 謝謝我們正負之間的4位主演們 讓我們夫小視窗 耶 你們來玩 那我們夫小視窗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